许家印与二儿子许腾鹤在上个月月末的时候,因为涉及多项违法行为,被有关部门带走调查了。 接下来,他们可能要吃牢饭了。 许老板想着流芳百事,没想到却沦为笑柄。 如今看来,流芳百事是不可能了。 一臭万年倒还差不多。 不得不说,许家印在一个月前的技术性离婚与申请海外破产保护,就是一个昏招,难怪有律师之言。 许老板的律师团队就是草包。 许家印想把烂摊子留给国家与老百姓。 自己玩金蝉脱鞘,享受荣华富贵,他想得太美了。 最后把自己与二儿子都送了进去。 直到这时,网友们才突然恍然大悟。 王健林当年的决策是多么的高明。 王健林与许家印一样,都曾做过中国首富。 万达与恒大都曾面临过负债过高的问题。 但是两人的处理方式,完全不一样,导致如今的结局更是天壤之别。 两人同样靠房地产起家。 当年王健林遭遇高负债危机时,他拿出了军人的优良作风,决定断臂求生,一直启动卖卖卖的模式。 当年有很多人不理解,如今看来真是高明。 剥离了不良资产之后的万达,经过了一段时间的阵痛与调整,最终成功上岸。 王健林说话直来直去。 这一点让他在与马云的对话中,几乎没占到什么便宜。 但是王健林不是说说而已。 他是怎么说就怎么做,光明磊落坦坦荡荡。 这也是他能上岸的主要原因,说到做到,信守承诺。 而反观许家印,完全就是另外一种做派。 国家已经给了他很多的机会,只有一个要求,一定要保交楼。 为了给他的信誉背书,让大家对恒大充满信心。 还让他上了城楼,面对外媒质问的时候,还多次替他说话。 但是,许家印是怎么做的呢? 嘴上答应得好好的,就算我许家印一分钱也没有。 也一定要保交楼。 但是这人心机深啊,做出的事情都是杨凤英伟的。 通过与妻子技术性离婚达到转移债务的目的。 又想寻求海外破产保护,实现金蝉脱鞘。 最终,国家与社会对他的做法失望透顶。 不得不对他采取强制措施。 许老板有今天,完全就是就由自取不值得同情。 在对待儿子的方式上,两人更是截然相反。 万达的业务广不广。 万达的业务大不大? 这个不用我多说了,三岁小孩都知道。 王健林作为万达集团创始人,想让王思聪进入企业参与管理。 那还不是一句话的事情。 但是,王健林没有这样做。 他只给了王思聪一个懂事的虚名。 很多人以为是王健林不认可儿子的能力。 其实,他这是在保护儿子,可谓用心良苦。 所以,王健林宁可让王思聪当个公子哥,也决不让他进入万达,就算自己真的有事,也不会牵连到儿子。 然而,许家印却让二儿子进入恒大。 主导恒大的财富工作,真的害苦了儿子。 相比较而言,王健林更疼儿子,更懂儿子。 当年王健林曾说,一个亿只是一个小目标。 什么清华北大,不如胆子大。 但是,他很快就发现自己错了。 他的胆子变小,开始了业务收缩。 而许家印则越做胆子越大。 最终欠下了2.5万亿外债,彻底摆烂了。 都说性格决定命运,这句话还是有几分道理的。 希望许家印能够看清形势,老老实实交代自己的问题。 全额退回所有贪污诈骗的款项。 尽快敦促丁玉梅与大儿子许志健回国交代自己的问题。 把该退的钱全部退回去,或许还有一线生机。 中国有一句话,叫做肉烂在锅里。 财富只要还在国内就比转移到国外强。 如果能把国外的投资者稳住在国内, 那更是一次立功赎罪的机会。